梁静坤夺得南丹冠军 4比1爆锤勒布伦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林高远彻底没机会了 中国国平太原挑战赛 最终是已经结束了 国平完美的完成任务 五项比赛全部夺冠 那么伴随着梁静坤让一追思 惊天大逆转 带伤战胜勒布伦之后 不得不说这次大胖的夺冠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梁静坤其实还是挺难的 因为之前他的男双比赛当中 刚刚失利 刚刚是和王楚心联手 输给了把龙和林高远 那么我们说男双失利 现在回到南丹的赛场上 夺下冠军 意义很简单 首先一点 大胖这个冠军一到手 就意味着这一次 梁静坤的奥运会皮卡彻底稳了 林高远彻射底底的 没有去说取代梁静坤 登上奥运的机会了 因为本身国平奥运的名单已经确定 但是皮卡的人选有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都觉得不该给梁静坤 为啥觉得不该给他呢 因为皮卡是随时准备替补上团体的 单打跟你没关系 单打和皮卡人员是没有任何的交集的 就算是你拿了皮卡你能上 你也不可能替补单打 那么如果你只上团体 要选肯定选双打能力突出的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上团体你屁卡是作为第三人上去的 上去要打男双 如果你双打能力不行 你想打单打那不可能 国平的一单已经确定了 是樊震东王 所以说当时都觉得 林高远双打能力比梁静坤更强 他应该更上 但是事实证明 关键时刻需要的是扛压 扛压第一 然后是比双打 梁静坤这次就守住了 去年的时候就是他 在队友们全保的时候 一个人扛住了户上损服 守卫国平荣耀 今年又是如此 队友们纷纷被淘汰 全部马实前提 三大主力都没打单打 就剩他和林高远 林高远被淘汰了 林诗栋也输了 梁静坤一个人进决赛打外战 守住底线 而且还是带伤 赢下了勒布伦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一出来 就意味着梁静坤的这个屁卡 彻底稳了 林高远你取代不了梁静坤 因为每一次 当梁静坤扛上压力的时候 他都能够顶住压力 并且完成任务 就从这一点上来讲 梁静坤的大心道 很可能给国平带来很大的帮助 如果奥运会真的出现了突发意外 真的需要换人的话 我们需要质疑的 也不是这张皮卡 梁静坤彻底稳了 林高远彻底没息了 这张皮卡 还有这张皮卡 这张皮卡 的